双十国庆大点倒数担任庆酬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最新开会时特别指示要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被解读说今年的国庆主视觉将着重强调中华民国意象 对此蓝营立委纷纷表态 民进党过去八年在国庆日偷渡意识形态 这次韩院长是拨乱反正 但是立营立委也反抢说 不要再走回华国美学了 喊话韩国瑜不应该没收台湾元素 我们不只要给世界更好的台湾 就要让世界因为民主台湾而更好 台湾加油 前周到参英文任内最后一次国庆大点 以国旗三元素为主视觉 英文名称则是台湾National Day 但今年双十典礼可能很难再见到台湾字样 据了解21号国庆筹备委员会台会的时候 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特别指示 要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被解读就是在下令今年国庆主视觉 要强调中华民国意向 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之下 尤其立院郭树而造成国庆筹备委员会 由民进党偷渡政治意识形态 让外界多有批评 现在重新韩国瑜院长指示 要凸显中华民国的价值 这也是拨乱反正 翻开过去12年 蓝绿执政时期的国庆主视觉 就能看出大大不同 国民党的配色都是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 会写上中华民国或者ROC 也都使用民国纪念 而民进党选色大多是 白底配上蓝绿橘红 满满的台湾元素取代中华民国 西元纪念取代民国纪念 过去看到韩国瑜市长的时代 所谓的华国美学 其实在高雄在灯会 如果这样的文化放到了 双十国庆的一个庆典的话 我想这会让人民非常的失望 我们还是呼吁韩国瑜院长 不应该没收台湾的元素 青丑会主委安冠丽 都是由立法院长担任 赖总统的第一个国庆大典 就这样碰上蓝营韩院长主办操刀 让双十主视角设计 演变成蓝绿角力战 介绍到张晕杰台北采访报道